是特别的冷啊 这个像现在这个季节啊 马上就要进入三九了 马上因为今天是冬至 冬至呢就是熟九的开始 这个冬至啊也是这个一年之中 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 就是在今天就是在今天的中午 将在紫禁城内上演一幕 非常神奇的景象 在每年的冬至的正午 也就是太阳角度最低的这一天 太阳光可以躲过屋檐门楣 直接射入到乾清宫的地面 而这些大殿呢 地面又是由金砖铺就的 这些金砖啊 经过这个几百年的使用和擦拭 都亮如镜面 那么金砖就可以把这个光 反射到正大光明点上 由西而东 依次将正大光明点 与下面的五条金龙点亮 让常年处于阴暗之中的这些牌匾 放出光明来 这就是自然造化和人类智慧 共同创造的一个人间奇景 就我们知道 由于这个地球的摆动 太阳会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游走 这就造成了一年四季的轮替 夏天热冬天冷 北京呢 又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 太阳在夏天的时候 烈日当空非常的热 冬天呢 太阳西射 所以呢 感觉到非常的凉 根据北京地区的这个测算呢 这个太阳的高度角 在夏至那一天是76度 到了冬至今天只有27度 所以夏天才会烈日当头 冬天呢 你看这个阳光啊 是斜斜地从南半球射过来 古人是非常智慧的 他们根据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 气候的一个规律 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住宅的舒适度 他们经过了科学的计算和设计 然后运用到建筑上 那么这样的建筑在我们北京地区是怎么来操作的呢 他们就是在这个屋子的外面加装了外盐廊 而且在北京还有一个口诀 叫做筑高一丈 出盐三尺 也就是用筑高的三分之一 作为这个盐子的深度 这样一来啊 就可以解决太阳来造成的温度差 这样的出盐的深度呢 正好在夏天可以遮挡住 这个当空而设下的烈日 让这个屋内啊保持着阴凉 在冬天呢 能够让阳光直射到室内 让室内充满了温暖的阳光 而紫禁城就是这一设计的结晶